首先我觉得东京奥运会这次新增的16个小项目中 有其中三项给了我们游泳 那么首先就是说明国教委会对我们游泳运动员 还是非常的充分 充分的肯定也是大力的支持 然后我相信其实对于我们任何一名游泳运动员来说 这应该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 那么如果说从我个人来说的话 那当然800米一直也是对我来说的意义是不一样 那么到了2020年冬天奥运会的时候 这个项目是就是开设这个项目以来的手美金牌去挣脱 那么如果说能拿到 那么对我自己个人而言来说 这个意义是非同反响的 所以我虽然压力很大 然后可能责任也会更多了 但是我也不希望给自己过多的悲伤这种心理的包袱 也就是自己做好美金训练 然后尽力做好自己该做的就可以了 这次东京奥运会呢 游泳其实增加了三个项目 分别是男子800字 女子1500字 以及四成几百米男女混合接力 游泳项目的金牌的数量也达到了35枚 就是更加承担的这个金牌大户这样一个重任 那么具体到这三个项目来说 可能我们最关心的就是男子800女子游泳 这当然是因为这个孙杨原因 那孙杨是800字市井赛的三连冠 那在这个项目上拥有这个绝对的一个地位 那么对此孙杨自己也是说800字的入奥 对他来说应该说既是一个激励也是一个挑战 他的大满冠这个目标呢又升级了 但是我觉得尽管是这个夺冠的热门 但是实际上他所面临的这个困难 实际上还是非常大 首先这个各个国家都会非常重视这个新增加的项目 投入呢也肯定会比过去要更大 竞争也更加激烈 那么从现在来说呢 已知的这个强劲对手 就包括像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帕尔特里面利 他是1500米市井赛和奥运会的双辽冠军 那么除了他以外 还有像德蒂霍顿这些名将 实际上实力都是非常的强大 那么其次呢 三年后的东京奥运会 孙杨应该已经是28岁了 如何保持他自己的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防止伤病 我觉得也都是孙杨需要付出这个巨大努力 才能去做到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